每次常委开会,他都会有个人事决定, 由之前的副部去到政部,政部去到省级, 甚至最近连省级本身由政部打算上到入京, 做到常委,都会说要退休下来, 尤其64岁这些marginal age, 跟着刚刚这星期都传出, 本身又打算他上到,譬如周强, 是否周强,想到结果原来都要退, 现在在委员会做副主席职位, 都好像组织未来二十大人事安排, 直至二十大开会之前这些情况都不断出现, 所以很难避免现在发生一些管治上 或一些行政上的问题都直接影响人事升迁, 人事变迁,一定千千万楼, 在上海很明显出现一个被预期长的封城, 如果讲葡东、葡南是3月28号开始, 如果讲葡西,理论上是五日之后, 但现在搞一搞都已封了二十多日, 整件事就是原来封城是比起, 或者他们叫全民西检都是比起预期慢, 比起难处理,某程度上可以这样讲, 都可以看到不同主事官员可能都会面对 不同一定程度上在件事上的责任, 或者在件事上他需要面对将来的一些考量, 即是说跟住对人事变迁, 对二十大之前人事架构变动可能都有影响, 可能甚至动态清零政策微调都有影响, 这些都是活的, 简单讲这件事发生完后, 都会影响到本来想着的一些操作, 或者一些人事安排, 或者既定想着坐定人事安排, 可能会都未顶, 不过anyway我们估不到, 现在才是四月, 去到秋季二十大之前, 我相信这一个人事变动仍然会不断, 很progressively存在, 唯有我们等着看每一个会议后有何决定, 决定后有何公布, 才看到最后决定, 但很明显每一件事每一个省市所发生的, 无论是新冠疫情, 或者无论在社会事件上, 或者无论在任何一些可能未遇到的问题发生, 都会影响到未来的人事布局, 整件事都会变化万千。 我想可能开始想着截损上海经济大约百分之二, 原因是因为本来预计八日的一个浮东浮西, 就是鸳鸯窩的类似封城, 或者叫全民强检, 或者叫全民西茶, 或者叫核酸检测, 这个鸳鸯其实一半一半, 未到那半那半仍然困住, 理论上是四日四日, 即理论上应该少过对上海经济产值 少两个百分之二的影响, 如果是那麽小的话, 理论上在完成之后也可有能力有几个月时间 推翻高于两个百分之二的经济增长, 理论上可以追翻, 但今次长了,搞了大半个月出来, 结果你说浮西少浮东四日, 四日至五日, 怎样都搞了大半个月, 对上海经济产值的影响接近一成, 对全国经济产值都有百分之一到三的可能影响, 还要看一看上海与周边地区那种互动关係, 因为上海可能周边都停, 这一个可以这样讲, 就是今次事件可能在原先设定时, 其实无想到真的会拖长, 所以本来想着对上海经济产值的百分之一到三, 或是平均百分之二的一个骚扰是可以追回, 去到结果拉长后, 原来收不到科时, 就可以对全国经济产值都有影响, 或者对上海就很significant, 整十二分一,即接近一成的影响, 简而言之我相信因为这样, 更加会令北京对动态清零有所再思考, 至于思考结果是怎样呢? 我相信等地区突然停了, 有了很清楚的报告, 看完报告之后, 看看中间有些甚麽可以改善, 又或者甚至改变, 譬如现在有了口服药, 口服药可否当依赖口服药呢? 作为动态清零一个手段呢? 又或者甚至乎烟鸯窩原来都不行, 会否以后用一个区去做封呢? 不是一半一半封呢? 这些可能将来都有些改变, 但今次上海这一个可以直接讲, 肯定是很痛的教训, 是绝对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行政措施, 肯定这个措施之后是一个痛痛的教训, 这个痛痛的教训肯定会令到 将来对动态清零这四个字有新的演绎, 我想这样讲, 就是上海的事件影响都有的, 譬如未来的杭州亚运会, 九月举办亚运会有机会延后一年, 实质上是有的, 对国家形象, 对一些大型城市都是原来有影响的, 都不是说我们只是在三月二十八日到四月尾之间, 预计四月尾会完, 就在上海发生一些事, 原来上海周边, 不是在上海, 在杭州, 是离开上海一百公里外的城市, 原来在九月, 即是说离开了现在三月到四月这件事件, 到九月即是说去到五个月后, 都可能会有影响, 最可能亚运会要延后一年, 即是说简单讲, 整个最多讲动态清零的政策, 究竟是跟现在世界接轨, 跟动态清零之下, 对经济, 对一些重大事件, 对一些譬如亚运会这些重大事件, 对于跟国际沟通, 对经济保障, 对民生, 对整个社会营运, 甚至对房子出现炒卖潮, 因为上海这样情况出现, 好似炒鸡蛋都炒赢百几万, 二十五万成本买起鸡蛋都赚百几万, 这些情况可能在接着上海完整个疫情管控后, 有个报告可能北京都会有所决定, 整个队疫清零应该如何微调, 甚至乎增加新不同干预措施, 譬如食口服药, 譬如开发口服药, 譬如打几针, 去防止将来出现这麽大的影响, 应不到了, 现在上海就因为很简单, 外资或外国机构放人在上海, 它都是一定有业务的, 不是做生意好, 代表自己机构或代表自己国家或单位 在上海有所业务, 但如果当个业务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即是它派驻上海人员是因为封城, 因为强制检测而无办法执行它的职务, 而且还要每日参与它的检测, 很自然他们会觉得这不是我的国家, 也不是我们的城市, 也不是我们的一个社会, 既然我做不到本身来的一个签证目的, 就是做生意做生意做外交做外交, 两样都做不到, 要么离开暂时现在看来短时间都无办法 回复生意或回复业务的地方, 去第二些省市, 甚至回自己国家休息好过, 况且欧美开放回, 你回去即刻回就好了, 所以外国有些市捷, 亦有些机构代表都回了自己国家, 或是暂时来香港去泰国去新加坡, 可能问题是放假, 问题是这样会否亦了香港, 我看都难, 因为在外国人眼中, 她自然会觉得上海发生的事, 香港都可以发生, 不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管理, 尤其林郑如在第五波疫情, 是吓得外资, 吓得外国人更加吓得厉害, 即是说简单说, 亦的可能最终是亦了新加坡, 是很大机会亦了新加坡, 尤其是本来可能在上海驻外机构, 是外国驻上海机构, 包括公司也好, 她本来别想要搬迁写字楼, 搬迁营业地点, 可能是因为今次事件, 他们将自己外籍雇员放去新加坡度假, 即在度假过程中, 他们新加坡领悟, 原来新加坡社会现在行与美丽共存, 是更加适合做生意, 更加无风险, 会否因为这样呢, 他们无端端产生搬迁意念, 令上海一个机构, 是驻上海机构搬去新加坡, 这在商业上有机会, 即是简单说, 亦香港就无, 亦新加坡就有机会, 有些书在 introduced阅中, 亦始人下宁中, 感谢观看